5月5日,据台湾媒体报道,谢霆锋虽然平时工作很忙,但对两个人儿子的爱,一点都不比张国之少。 近年来,谢霆锋事业爆发,不仅参加多档真人秀节目,风卑美食节目,更是延伸发展成了自己的品牌,生意越做越大。 很有生意头脑的谢霆锋,不仅在美食,影视方面有很大的投资,房地产方面也有市集。 在香港有多间店铺,其中还有宇章国之潮台店里的很精的店。 近年来赚了很多钱,名下影视制作公司和潮情,最疯狂的时候,年产值高达240亿台币, 因此被上市公司看重,高价收购。 对于网传谢霆锋对两个儿子不闻不问的报道,其实谢霆锋一直都不回应。 台媒在报道中指出,谢霆锋其实早已将自己的40亿台币,月球列48亿人民币财产投入成立了基金, 而受益人正是自己的两个人儿子Lukas和Quintus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